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人有两个大问题 一个就是罪的问题 另一个就是罪所带来死的问题 而耶稣在世界加上为罪人带死 就是为了要解决人犯罪的问题 要为罪人还经罪债 然后耶稣的复活就意味着神解纳了耶稣的赎罪代价 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三节告诉我们 你们从见在过犯和伪受割离的肉体中死了 神神灭了你们一节过犯 便教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可见神的饶恕带来活过来 也因为神解说了耶稣的赎罪 所以神才会赦免行主之人的罪 且成我们为义人 罗马书第十章二十五节说 耶稣被教基人设为我们的果犯 复活设为教我们称义 这经文就表明了 耶稣复活对信徒的重大意义 耶稣的复活是为了让信徒能够称义 重要的耶稣的复活也证明死不能下着他 因为他愿不能被死举禁 圣经说罪的公家乃是死 在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 但是耶稣是无罪的 所以死根本没有权兵拒进主 原来耶稣就是神 是创造生命和掌管神社的神 死亡有真能关下他呢 耶稣不但自己得生了死亡 他也叫他的自民重生 从灵死的状态活过来 成为新造的生命 耶稣不但自己复活 也叫恕大的人也复活 正如林剑十五章二十二节说的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所以耶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根基 包罗在林前十五章十七和三十二节说 基督若没有复活 你们的心便是突然 你们仍在嘴里 若死人不复活 我们就吃吃喝喝吧 因为明天要死了 确实若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就没有什么好消息可传了 因为那以为这生没有解纳耶稣的赎罪代价 耶稣也没有胜过死亡的权势 这样我们就仍然被罪与死亡困绑 依然他不过罪的刑罚 但感谢主基督确实复活了 因为他胜过了罪的权势 死亡和地狱 所以凡属基督的人都能享受到自由 今天祝耶稣复活的大能 也可以在死炼 避坡 困难 终让我们当墙 装胆和得到安慰 而既然耶稣已经复活了 所以我们的信心 与在助力的劳力不是突然的 因此耶稣的复活应当改变我们活着的样式 罗马书第六章第十节说 所以我们借着西里鬼入石 和大一通埋葬 原是教我们一具一动 有心生的样式 像基督解这福的荣耀从私里复活一样 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二节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身的有边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上帝不但要我们相信基督复活了 更是要我们因为耶稣的复活 而生命有所变化 因为耶稣的复活 意味着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 所以我们不用容 让罪在我们身上做王 更不用顺从甚至的私欲 我们乃是要活出那心生的样式 思念填上树林的事 而不是果分关注地上的事 虽然这不容易做到 但你住在信徒里面的圣灵会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能力顺从神或出身所喜悦的仰式 所以弟兄姐妹 若我们说我们信耶稣已经复活了 那我们也放思我们生活的仰式 是否与我们新基督复活的事实相成 希望基督的复活不单是我们头脑的执事 更是是我们生命有所变化的实际能力 上帝保佑你们 谢谢